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1-4 熱膨脹 那這個熱膨脹的話就是我們之前已經講的 來在1-1的話就是受熱溫度會變化 來同學告訴我受熱溫度變化就是熱能變成什麼能 來熱能變成什麼 動能是不是 好第二節講三態變化 那就是受熱產生的狀態變化 狀態變化就是熱能變成什麼能 那再來這邊要講的熱膨脹 這邊熱膨脹指的就是受熱 然後體積會膨脹的現象 或是體積變化的現象 那這個一樣我們要從圍觀的角度來看 圍觀角度來看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動能 胃能 那指的就是分子的動能 還有分子之間因為作用力的關係 距離的關係 胃能不一樣 那體積的變化其實也是一樣 就因為它分子 就是微觀的角度來看 當你今天受熱 這些分子動得比較厲害 那動得比較厲害的時候 它們相對距離就會變大 但是大家像這 我們之前不是講嗎 來你們現在每一個人 雖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可是你那個動得太厲害了 大家 尤其是前面的同學 它可以動到比較前面來 所以相對距離會變成什麼 比較大 那我相對距離比較大 它相對體積就怎樣 就會變大 所以這是熱膨脹 從圍觀的角度來看 所以來在下面這邊 可以先有一個概念 在圍觀上面 第二行 對固體加熱 分子原子振動的幅度就會變大 所以分子間的距離就會變大 那這樣子來在聚觀 就會看到體積膨脹 那液體跟氣體當然都有這樣的現象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膨脹現象 那以前的話對你來講 只有學熱脹冷縮 這樣叫定性 那我們現在還要不只定性 還要告訴你到底要膨脹量是多少 那你今天如果說你是一個 你去蓋個鐵路 或者說你是要蓋高速公路 那你要接那個橋 大家知道橋就是要留縫 那些縫要留多少 這些都要知道 那我們先講固體的膨脹 氣體的膨脹要到後面 講理想氣體的方式的受災來討論 那這邊固體的膨脹 我們把它分三類 就從一維二維三維 所以第一個先講長度的膨脹 來長度的膨脹指就是縣膨脹 縣的笑話跟你們講過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縣的笑話沒有講過 前不久我有一個朋友 沒有 那他們家有那個麵包機 那麵包機就是做麵包 沒有講過嗎 然後他就送了一些他做好的麵包來給我 然後就放冷凍庫 我就放冷凍庫 然後早上就要烤麵包來吃了 那天早上我就烤好 然後跟我先生講 然後就在那邊吃 然後我吃了之後 然後他吃了 這麵包好香好好吃喔 他吃吃吃到一半 然後我就跟我先生 哇賽這裡面還有餡 真的是太好吃了 然後我先生在旁邊就忙著LINE 他也沒理我 然後 過了五分鐘之後 他把麵包拿起來吃 然後就吃一吃 他說 你剛剛說麵包裡面有繩子 我說麵包裡面有繩子 我怎麼可能講這種話 我說麵包怎麼講這種話 而且你知道嗎 這種年紀大了 五分鐘前講我哪記得是什麼 然後他說 可是平常我對自己講話都不太肯定 我先生比較有肯定他講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非常肯定 對啊你剛剛講有繩子啊 我說我怎麼看起來有繩子 然後我就看著麵包 喔我瞎叫 我說我這裡面有線啊 這個忙著玩愛的人 他自己會把線跟繩子做什麼 等號 這樣子了解了吧 這跟頻率不是停率 好OK 好來我們看看一下 看到線突然想笑 好現在請同學先看下面這個圖 這邊就是說如果有一條繩子 要線他的長度原長 他的原長是L0 那麼他受熱 如果說上升了Delta T 那麼這個是他後來 後來的長度 後來的長度的符號我們就叫L 好 所以來他的膨脹量 Delta L 來這叫做膨脹量 好膨脹量Delta L 來在這邊當然就是指後來長度 減掉原來的長度 好那這裡面我們想請同學先想一想 這邊我們沒有辦法推倒 那他是一個實驗結果 可是同學也應該知道 一般的線的膨脹量應該是很大還是很小 這種膨脹量 你比如說受熱之後膨脹量應該怎樣 很小 所以其實我們即使能有辦法做實驗 大概也很難察覺 所以我們這邊就去做這些實驗 在高中大概沒有辦法做 但是我希望同學能夠用比較直觀的去判斷 你要判斷出來你後面這個公式才有意義 就是我沒有要你直接去背公式 好現在我就是想問同學 來你看這邊 這個L0 因為上升溫度Delta T 膨脹到L 那你覺得膨脹量應該跟什麼有關 用你的直覺判斷 來你想想膨脹的大小來跟什麼有關 怎麼沒有關係 來 溫差 是不是 當然啊 同樣膨脹10度7跟膨脹20度7有關 有啊 誰會比較多 原廠 原廠 原廠有關係嗎 有嗎 那還跟什麼有關係 本性 本性 沒辦法不會叫本性我們叫材質 覺得不同的金屬膨脹量不一樣 好我現在問了剛剛 剛剛 來剛剛 這個是 不是品傑嗎 不是 是家瑜 對啊 你是品傑吧 你是泳泳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全部搞混 對不起 對 你覺得到底跟原廠有沒有關係 我問你們一下 你覺得有一條金屬在這邊 另外一條金屬在這邊 受熱一樣都是10度C 受熱一樣10度C 來你們覺得膨脹量一不一樣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一樣膨脹10度C 來一樣都是 假設都是鐵 來這都是鐵 對不起鐵 你覺得 來請問要跟原廠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第一個 就是說你這個膨脹量到底什麼 跟什麼有關 這個很重要 來這就是ΔL 剛剛第一個直覺是跟ΔT 是不是一定有關係 而且大概很容易看算出來是正比對不對 第二個 來我們說它跟材質有關係 來這個也沒問題 現在就是ΔL 來到底跟原廠有沒有關係 其實這兩個都比較直覺 第三個不夠直覺 但是你如果回到我 一開始跟你講膨脹的原因 就會知道 請問一下來為什麼受熱會膨脹 分子震動的程度 是不是一定比較厲害 所以顯然你要從微觀的角度來想 來我現在舉個例子 像你們現在去做客間超人 這時候本來大家是一般假設說是這樣一場 假設有一班只有10個人 就要10個人是這樣 另外有一班是40個人是這樣 請問一下怎樣 注意喔 因為是40個人 然後等一下說開始做超人 就是要散開 就要這個10個人散開 它增加的長度 跟40個人散開增加長度是不一樣的 當然不一樣 這就像是這樣 來你看喔 來如果說有一個長度 來它基本上只有 我畫比較的就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 來另外一個 來假設說它比較長一些些 分子是這樣子 受熱之後 來分子之間距離 是不是都平均就變大了 來你看這邊有三個距離 所以來變大之後 來每一個分子的距離 來都變大了 這樣一看是不是就知道答案了 來這個也分子之間距離都變大了 來就請 這要畫很多個 好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來請問一下 來他們扯起來的 這個的膨脹量 來跟這邊的膨脹量 來一樣嗎 不一樣 而且很明顯還知道是幾倍 來這邊原來長度來 剛好是不是就三個間隔 下面這邊是幾個間隔 五個吧 所以來請問一下 等一下它膨脹量 就應該是它的 是不是也是它 就跟原來的 這邊的原來長度是三比五 來膨脹量這邊是三比五 所以我剛剛講過 這不夠直覺 但是你只要想到它的微觀 原來是這樣 好以後就可以寫出來 來的確也是正比 你越長的 代表裡面的分子的間隔就越多 那這個膨脹之後 來就會加倍 就跟著加倍 好 所以這三個 主要是這三個 好所以我們可以往上面看一下 來這邊 好來這邊 來最後那三行 第一段是討論 材質 但是材質 你不能夠寫正比反比 是不是 但大概可以猜出來 材質會出現在什麼 來 對面我們寫 就是這個標題 然後正比 那正比要寫成等 就會跑出來一個什麼 常數 那就可以猜出來 來 常數就是跟什麼有關 材質 材質 好那個常數 我們現在翻過來 OK了嗎 那個大家要先知道這件事情 你後面的公式才會寫得快 好所以我們看看二十頁 好我們先寫在這邊 所以剛剛第一個裡面這邊 delta L 正比 剛剛講delta T delta L 正比 那個 L0 還有delta L 跟材質有關 好所以 delta L 正比 L0 delta T 好 那麼跟材質有關 寫的常數來正常數 我們叫α 因為課本有時候寫得太快 來這個常數就叫做α 那顯然α應該就是跟材質相關的東西 所以來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你應該要把這個 他沒有單獨寫一個這個式子 你可以這樣寫好 來這邊是delta L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後面這個很好用 把它框起來 就是膨脹量等於α L0 delta T 這個很好用 而且剛剛跟大家講 你只要腦子閃過什麼 很好記 來 delta L等於什麼 只要閃過有材質就會有什麼 α 原長 L0 溫度變化 delta T 是不是 delta T 好所以是這樣子 可是另外有時候人家還會問你說膨脹後的長度 那膨脹後的長度就是L 所以透過來這邊這兩個 來這兩個 這邊你如果把它整理一下就會得到L 來等於L0 再加上把L0移到右邊去 就是α L0 delta T 然後再把L0抽出來 那就會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L等於L0 1加α delta T 好基本上對我們來講很好用的就是現在框起來的這兩個 一個是膨脹量 一個是膨脹後的長度 那其實你知道一個 所以我這邊把它這邊小 來這個 這個如果寫成2 這邊寫成3 其實這兩個是類似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跟對α來做討論 那α是一個顯然是跟材質有關的長數 我想問同學 你想一想 這個長數有沒有單位 再強調一次 不要聽到長數 就以為這長數沒有單位 不是 你看一下就知道 來請大家看這邊 來正看這個 來這個delta L的單位是什麼 公尺 本來是長度 那L00是什麼 長度 這兩個長度會被怎樣 小條 好 看就知道 來求一下α的單位是什麼 不是秒 D不是時間 D是什麼 杜希 所以是杜希的什麼 導數 所以來這個要弄清楚 來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是公尺 這個是杜希 其實我們這邊有時候要寫什麼 或者是k 然後這邊也是公尺 所以α 來α的單位 其實是負希的導數 我們寫成負1 或者k 雖然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都會用慣用單位設施 但是Si字絕對不可以 不知道 或者忘記 好 所以我們現在針對delta L來討論 不是α來看一下 好 來 α是什麼呢 他雖然叫時間膨脹係數 但是他意義在這邊 大家看這邊 或者看這邊 好 α就會等於來膨脹量 除以原長 再除以delta T 如果你透過那個式子來α 就是這個 好 你看他的中文怎麼說 你們看到我這樣說 你覺得對不對 對不對 請問 所謂的現膨脹係數 就是每度C 增加的長度 變化長度對不對 所謂現膨脹係數 就是每增加一度C 它所增加的長度 對不對 顯然不對 來老師剛剛是有唸到什麼 其實應該是跟他原長的比值 所以他其實是每增加一度C 他的膨脹量跟他原長的比例 他是一個比例 知道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他叫做現膨脹係數 他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升高一度C 長度的增加量 DELTA L 還有跟原長L0的比值 他的常用單位是這樣 剛剛講過來 還是要知道是K-1 好 另外 這個α 我們剛剛的直覺 來是顯然 是不是跟什麼有關 材質嗎 是不是材質 好 那我現在另外一個問題 你覺得不同的溫度 同一個材質 來大家看這邊 你覺得這根是鐵棒對不對 那他在 一樣是鐵 來請問一下你 你覺得他在0度C的 這個膨脹係數 跟他在80度C的膨脹係數 來 你覺得一不一樣 膨脹量 不是膨脹量 膨脹量還要跟原長比值 來 你覺得一不一樣 我跟你講更正確答案 其實應該會有違違的 就像是之前在那邊講 一克的水 要變成升高一度C所需要的熱量 請問一下在每度C 其實都有一天天的差異 這種膨脹量其實也是一樣 他會微微的什麼 差異 但是那個很小很小差異 如果你今天考慮的溫度 差不多就在0到100 就是我們差不多 室溫範圍討論的話 請問一下這個影響其實怎樣 可以不用管他 也就是我們暗示 來不同溫度 我們把熱膨脹係數 視為什麼值 定值 定值 來這邊是1 來第三點 固體的線膨脹係數 α並非常數 注意喔 其實不是常數 它會隨著溫度來變化 但是 下面關鍵 如果今天溫度變化不大 α變化不大 所以我們在高中這邊 我討論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就 視同種材料的α是常數 注意最後結論還是告訴我們 視為常數 所以以後 0度C的膨脹係數 跟10度C的膨脹係數 還有 30度C的膨脹係數 等等是一樣的 那這裡面 我跟大家講話 你偶爾 偶爾你會碰到很古時候的題目 比如偶爾民國50幾年 60幾年 70幾年的那種 很久很久以前考古題 我跟大家講 老師就屬於那種古時候的 我唸書的時候的線膨脹係數 他告訴你不同溫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就算得很辛苦 你可以想像吧 不同溫度的話 是不是每個都有一個α 所以會有α0 α10 α20 α30 這些是不是大概都不一樣 現在我們講過 我們都視為怎樣 因為那個差異實在太弱 太弱 那你如果都視為不一樣 那計算會非常麻煩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一下 那個計算就會變成 算了 我不講他了 不要管他 我只跟你講 如果你碰到很古時候的題目 你就可以不用去理他 我們還是用我們現在這邊來處理 好 我們現在稍微看看一下 在一般的 來一般的 來這邊稍微有一點概念 來一般的金屬 它的α是這樣 哈囉看一下 我這個 對這幾個值 他這樣子列 我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他為什麼要用10的-6 你看 172923232321 這完全不符合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應該怎樣 所以金屬就能 應該這邊要變成 小於10的東西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來這個值 以後注意一下 金屬的 來金屬α 來大概在10的-5 1.7 2.9 大成10的-5 好這個是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有一點點的概念 它就是這麼小 是10的-5 好來這裡面誰最大 金屬部分 來誰的膨脹量 誰的誰的 鉛 或者是什麼 鋁 是不是 好誰的膨脹係數最小 金屬 金屬 來誰最小 鐵 是不是 然後玻璃啊 混凝土這些來 其實又更小一些 好這個大根小 會影響到什麼 你可以看看一下 那個鉛跟鐵差了快三倍 對不對 好我舉個例子 這樣你們知道 那個瑞士有一些那種表 金工表什麼 這些有些那種表 不是很貴嗎 那如果是機械錶 它裡面在走之後 它這時候溫度的影響 其實就會很影響 就很大 所以你們想想 這些錶在製作的時候 最好用哪一種金屬 阿法大的還是阿法小的 當然要用膨脹 大還是小的 當然要越小越好 如果受熱米膨脹很多 請問一下 整個是不是又不準了 對 所以這邊對我們來講 來大部分就用鐵 或者鋼 是剛剛這樣講的 來說這部分的東西 這是有一點概念 然後我們現在請同學 稍微大概有一些些概念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鐵的話是這樣 比如說老師這根指揮棒 大概一公尺 對不對 好那在我們台灣 好冬天很冷很冷 十度C好了 好夏天很熱很熱差不多 好沒關係 好假設熱到40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看 來這根金屬棒 在最冷的冬天跟最熱的 最熱的那個夏天 來長度差多少 來記得嗎 Delta油等於什麼 你就拿閃耀 材質圓長溫度變化 是不是又記起來了 好來alpha多少 題目裡面 來在表格裡面多少 11乘以10的-6 L0就是老師剛剛講 來這隻假設刺圍多少 1公尺 1公尺 好我把用100公分好了 因為等一下可能會比較好算一點 再來呢 好膨脹多少 30 對不對 好那這樣算出來多少 330再乘以10 對不起不是不是330 這邊是多少 33000再乘以10的-6 所以大概0.0 什麼 我沒算錯吧 好其實差異是0.033公分 0.33公里 1公里的大小有概念吧 你那個尺的最小顆度是6公里 所以他最小0.0 他要比1公里數他要3分之1 所以請問一下有沒有感覺 對我們來講當然沒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 可是大家知道 這個如果今天越長 它都L0越長 膨脹壓力會增成什麼 再來像同學也應該知道 我們雖然講這個溫度是多少 可是那種鐵軌附載在陽光下 溫度恐怕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事實 可是溫度就更高 所以 那時候你要去記載 當你溫度變化更多 還有你的L0越長 這個是不是更大了 那時候留了縫隙 所以上次有給大家看這個圖 一開始的時候是不是就看過了 哈囉 記得有嗎 一開始就看過了 對來像這樣子的圖 來就是受熱溫度太高的時候 那他可能就怎樣 就會扭曲變形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裡 這裡有些概念 這樣OK嗎 好 第二個問題想問同學 你想想 我今天如果是從冷到這邊受熱 膨脹這麼多 好可以到座 那反過來會收縮嗎 你們覺得來收縮量不一樣 這邊 如果我們把它膨脹系數是我一樣 其實它就應該是一樣 這因為分子的振動 應該是可以怎樣 重複的 我今天受熱來 振動到這麼厲害 等到冷一點之後來 振動幅度就沒那麼大 所以這裡面暗示大家 來這個公式 的delta t 可不可以是負的 可以 我們還是把它寫一下 來第五個 來冷縮 冷縮裡面的delta l 還是跟α有關 材質有關 還是跟原廠有關 還是跟delta t有關 但delta t現在是負的 所以delta l算出來也是會是負的 好 那這樣的話公式還是L等於L0 1加上αΔT 但因為delta t是負的 所以L會縮小 冷縮 好 我們先做一個題目試試看 因為這幾乎是熱帳冷縮 這邊最常碰到的題目就是鐵軌的題目 來ok嗎 好請同學先跳到二十四頁 好 我離開喔 好 好 這邊 他說二十四頁範例一至六 一個鐵軌溫度在太陽直賽時會比常溫還高15度C 台灣鐵軌的鋪設一般來講溫度在0度C到多少 60 為了火車行駛上的安全還必須要留空隙 好他問你 如果說每段鐵軌在10度C的時候長度是20公尺 最高溫60度C的時候來剛好沒有空隙 請問在0度C的時候來他的空隙約為多少 然後他給你鋼的膨脹係數 就跟剛剛鐵幾乎是一樣 那這題請同學先看這裡 你要 我剛剛講過這種題目是最常在處理的 那你要先有那個概念 來什麼概念呢 好我這樣畫給你看 如果10度C 好這邊有一個鐵軌 好來他原廠20公尺 對不對 好再來有另外一段來這邊 來原廠也是20公尺 好然後之後來到60度C的時候來他就膨脹了 好他就膨脹了 來剛好沒有空隙 好他現在要問的是0度C的時候來那廠20公尺這邊要收縮 好這邊要收縮 好就是要問你來這一段 x是多少 來這題目的概念OK嗎 他說加油加油 振作一下 好 那這邊要怎麼算 我第一件事情要先知道 這裡20公尺來到60度C的時候來 是不是會從這裡膨脹量對不對 好這邊有個長度 那所以他們兩個會有個差 Delta L差 好我現在很簡單一個問題來從這裡到這裡來 如果膨脹量叫Delta L 好來這兩個差 這兩個差Delta L 你們告訴我來這個縫隙是多少 這個題目的關鍵就卡在這邊而已 你們要我這個長度是20公尺 來到這邊膨脹了20加Delta L 好來就是這個地方 哈囉 這個就是20再加Delta L 來可不可以告訴我 所以原來這個距離應該多少 因為這邊剛好密合 是Delta L 是Delta L 還是兩倍的Delta L 高分之是Delta L 對 因為大家應該發現 老師剛剛畫圖已經把你把答案畫出來 因為這個黑圍掛 兩邊膨脹 所以他應該往這邊膨脹 2分之1Delta L 這邊膨脹是2分之1Delta L 所以注意一下 這邊 其實就是Delta L 也就是暗示你Delta L 其實是60度C時候的長度 減掉10度C時候的長度 我後來發現我這邊會有點混淆 沒關係 好所以現在同學告訴我 來這個呢 這應該點什麼 其實你很容易可以想 來這個跟這兩個 你可以轉過來 從0度C到這邊可不可以這樣想 請問要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這X減止是什麼 就是什麼 這兩個 是不是這個減弩膨脹量差 知道的膨脹量是不是 或者 來大家講 來這邊Delta 就是60度C的長度 減到10度C的長度 所以來請問一下這X 這等於什麼 60度C的長度 減到0度C的長度 減到0度C的長度 這有問題 所以你竹化出來之後 原來我要問的X就是L60 再減掉L0 這0是0度C 我們會混淆 因為我剛剛講 我們現在這邊的原始長度 是從10度C這邊來算的 是不是 來我們現在寫給大家看 X是等於L60 減掉L0 0是0度C 不是那個 剛剛公式裡面的L0 好 那L60怎麼表示呢 L60應該等於 從這裡到這邊 大家記得公式嗎 來L等於什麼 L的原始長度 來對不起 原始長度 老師現在把它寫成L10 好不好 好來 1加上αΔT 原始長度就是L10 10度C的時候 好所以 所以 對了 等一下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這邊做題目的時候 大家不要急著把什麼 什麼 數字帶進去 我們都會建議你先做 把符號題目這樣做 L60的話就是L11 1加上α 乘以50 有沒有 10到60 是不是乘以50 好 減掉 來0度C的話 來就是縮了 從10度C縮到0度C 所以來這邊就是L11 所以來這邊就是L11 加上α 乘以-10 來看四字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為什麼都要從10 因為題目已知的是 10度C的長度 是不是 所以我算60度C的長度 就是L11 1加α 乘以50 然後0度C的長度 就是L11 加上α 然後現在是縮 所以是-10 在外面 OK嗎 好 所以對我們來講 你這邊稍微算一下 大概就會發現 來對不起 來這個L10 跟這個L10 會被消掉 是吧 好 剩下一項是L10 再乘以α 乘以50 然後這個-跟後面的-就變加 其實算半天 它就是L10 乘以α 乘以60 來 它就是L10 乘以α 乘以60 那 所以你就不要急著算 那算到這邊才去代入 L10 10度C的長度是多少 那是20公尺 α是11乘以10 的-6 再乘以60 好這樣算出來 就是0度C時候的間隔 好 來這是線膨脹 回家還是有類似的 大家可以處理一下 好 那講完線膨脹 我們要回頭來看面膨脹 好了嗎 好 因為你講完線膨脹 就像我們講完 一尾運動之後 看二尾運動就會比較簡單 來這邊也是一樣 來這邊也是一樣 好了沒 加油 加油 要趴著 那個腎要自己處理了 可以吧 好來看這邊 這邊如果是一個面 大家可以想像 來這邊就是一堆分子 來分子就這樣子排列 是不是 分子這樣排列 有橫的有直的排列 所以對我來講 受熱之後 來這個橫的 是不是也會膨脹 直的也會什麼 膨脹 所以你很簡單嘛 我要看面積 那假設這個原來長度 這個原來長度 原來長度 成假是不是就是面積 那後來的 有一個後來的長度 跟後來的寬 兩個成假就是後來的面積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 就可以討論面膨脹 好來翻回去二十頁 來我們看一下二十頁 來他的概念是在這個圖裡面 二十頁這個圖 來原來大家看 來原長是x 來那一個是x 一個是y 所以原來的A0 或者他叫做A或者A0 來A0的話就是xy 後來膨脹注意一下 來後來這一段叫做x' 然後後來這一段叫做y' 來在這邊有 所以後來的面積呢 就是x'y' 但是x'y'分別是什麼呢 他不就是一個長度的膨脹嗎 所以這個是原長 跟後來長度 那就會符合我們剛剛講 KL等於KL0 然後是1加2加2加1 好 所以這邊的概念在 來二十頁 我們來看一下 來在這裡第一個 來第一 好 有一個兩邊邊長分別是xy的 那這時候第一個來他的原面積 原來的面積叫xy 好第二個 來受熱膨脹之後 x會變成這個 來這個符合就是他一樣會符合這個公式 加油幾分鐘而已 那y也會這樣子 好 所以 來新的面積 新的面積就是x'x'y'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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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平方之后 更小嘛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我们是可以把它忽略的 可以把它忽略的 但是 这样子还不够 我觉得课本 只有讲到这边 他后面跳得太快 所以我现在还要再补一个 再来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 刚刚是从两个的线膨胀来讨论 好现在请同学来想 如果我现在一样来有一个面积在这边 原来是A0 好我受热之后Delta T 来膨胀成这样子叫做A 对不对 我的膨胀量一样叫Delta A 好我们可以用跟刚刚一模一样的讲法 大家直觉告诉我 来你觉得Delta A跟什么有关 材质 也跟什么有关 温度变化 也应该跟 是不是原地面积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想出来 Delta A应该正比于A0 Delta A正比于什么 Delta T 还有一个跟什么 材质 所以 很容易可以想出来 Delta A应该会等于 这时候应该会有个所谓的另外一个常数了 对不对 好这个叫面膨胀系数 我们叫Beta Beta 然后A0Delta T 就是说这个的想法公司跟刚刚长度的想法一模一样 好我什么都还没有讲之前请同学来猜猜看 你觉得Beta跟Alpha一定有关系对不对 比较合理不可能的关系 你觉得Beta跟Alpha 一个是面膨胀 一个是线膨胀 可能是什么关系 直觉是平方 直觉是平方对不对 你如果 如果再深思一下 从单位来想 你觉得Beta单位是什么 是不是跟Alpha的单位一样 那你觉得他会是Alpha的地方吗 不会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这个东西Delta A也是A-A0 对不对 来也是A-A0 也就是这个就可以卸成A A0 E加BetaDelta T 课本是很直觉就把这式子都写出来了 好 我觉得这样不够好 现在请同学看 答案出来了 我这个式子 刚刚这个式子 来忽略掉平方向之后 这两个长相一样吧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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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的单位怎样 刚刚讲单位是不是应该是一样 单位一样 所以他其实不是平方 我想讲一次以后就记住了 好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来看下面 我剛剛講課本寫的比較快 他沒有去解釋說他為什麼會跑出來這個式子 我剛剛跟你講這個式子就是透過跟 長度的那個類比得到的 好我們來看 可以嗎 好的 好來看21頁 課本其實是寫在這邊第三個這裡 這裡就是剛剛他寫的理所當然好像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兩個方式得到的 所以這樣就得到β約等於2α 我希望同學同時記住來Delta A就是βA0Delta T 其中β一樣來是Delta A 除以A0除以Delta T他叫面膨脹系數 我們這邊其實如果能夠一氣呵成把體膨脹也講完 大概很容易猜得出來吧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 體膨脹系數γ 他就叫γ αββγ 應該是α1倍 3倍 是3倍 不過我今天應該講不到 好 下次再幫大家再複習一遍 所以他的意義 一樣 每升高1度C 增加量Delta A 跟原面積A0的比值 單位一模一樣喔 度C的導數或者K的導數 第三個 一樣材質 如果溫度變化沒有很大 大概是可以把視為就是忽略掉平方向之後 β大概等於2α 最後兩分鐘 我沒有講體膨脹 我要講另外一個 講到面膨脹裡面非常重要的 你們以前學過的一個概念 好 好了嗎 原孔 有沒有考過 原孔受熱膨脹之後來孔變大變小 真的嗎 變小 真的嗎 到底是怎樣 來請問一下原孔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來原孔 這邊 受熱 來告訴我一下來孔變大變小 孔變 這個如果 以前老師沒有跟你那樣講話 因為有些人想法就會要膨脹 就會分一個外的往外 內的往內 所以就覺得會變小 你現在如果知道分 用分子的微觀的角度來看 就知道不可能變小 來 我們就想想來這邊 他都應該要有一些分子 對不對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受熱之後分子的距離一定是怎樣 變大 他如果變小就代表他不屬於平衡狀態 那大家想想我這邊距離要變大所以我只能夠往哪邊膨脹 往外膨脹 一定是往外膨脹 好 往外膨脹所以他是變大 但是 我們現在到溝通不是只要知道變大我還要問你請他變大多少 就是他該怎樣的算 要怎麼算 鹽狀 鹽狗 麵膨脹 還要用誰的阿爸 就是你有一個麵膨脹 是用這個嗎 格子夾就是金屬 是用這個阿爸嗎 這個孔 粉紅怎麼樣 你這個是怎樣 我說借我一兩分鐘把他講完 你可以把他假想來有一個一樣的 但是他全部是十心 這時候如果我用一個什麼東西的來把他鋸開 來鋸開 鋸開跟剛剛的縫來一模一樣 跟這個孔來一模一樣 所以也就是旁邊剛剛這些分子來就一樣 是不是 好那同學來告訴我一下 現在 這個 這個 十心的部分 這兩個分成兩部分 一個就是A 一個就是A 一個是B 大家可以發現來這個B是不是就是這個原口 好那你可以想一下 這個等一下整個膨脹 整個膨脹 請問一下 A跟B會不會再分開 他是從一個材質嘛 來是不是就是這樣子均勻膨脹 那 所以 可以知道了嗎 這個A部分不就是剛剛孔的部分 所以來孔部分跟A怎樣 一模一樣 所以 孔的膨脹 跟外面 如果說是裡面 撿反就一樣材質的時候 來膨脹又是一模一樣 可是可不可以說外面是鐵 當我裡面 就這個A部分來用孔 請問一下 這樣子會一樣嗎 這樣子就不一樣 所以來講的半天就是空筋的膨脹 跟什麼 紙巾的膨脹怎樣 可以理解嗎 就是透過這樣的儲物來告訴你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來 中空部分 這個回家有這種作業 中空部分的膨脹量 會等於 填滿 其實簡單講法就是 中空跟時薪一樣 如果懶得寫就寫這樣也可以 那我是填滿外圍 材質 就講了半天 這個東西是圓孔還是時薪 膨脹量是一樣的 還是一樣的 我們的作業 範例部分 沒有辦法講完 1245 好 實力養成 一之一的那邊就把它寫完了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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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例是1 第四個 第四個是體膨脹 還沒有講 那實力部分的話 就一 實力養成就是 一之三到一之七葉 就是那个1自1那边的 我们自己就先下课了